石打开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要不也不会有十万人左右跟着他游荡了好几年 但石打开的水平是被拔高了的 他离开天津城后还生存了六年 整整六年时间没有太平天国这个大体系 他尽显衰退气象 根本没把团队救活 让大家吃尽苦头 经营的一年不如一年 大家应该发现了 最近这两年多来 太平军经历了痛失九江城 召开宗阳会议 二破江北大营围剿李续斌败退二郎和李昭寿反叛 这一长串变故 却好像少了一位重要人物的参与 是的 石打开好像消失了一样 从天津事变后 太平军这边的情况就比较混乱 不是杨秀卿掌权时那种上下同心 全军抗敌的情形 成了洪秀全能控制一部分 另一部分各自为战的状态 战场打得一团糟 各自为战的代表人物就是石打开 石打开带军出天津后 就像是失了魂一样 毫无章法一通乱走 成为太平军难以统筹的一股力量 只顾自己过日子 对战友基本不闻不问 洪秀全对石打开保持默许 后面几年 在天国官方的文件和命令上 照常写下石打开的名字和知显 石打开也不放弃天国名号信仰 按太平立法作息 别人问起他跟洪秀全的关系 他就说没分手 还处着呢 我带兵马出来 是奉天国命令 为天国开疆阔土来的 但天国其实人人都知道 他听调不听宣 他现在算不上是战友 只能勉强算是同事 天国军阀化严重后 他更像是精装亲密版的盟友碾军 石打开离开天津的时候 流传是十几二十万人 具体数据不明 但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 根据何贵卿 福济 德兴阿给咸丰在当月上的奏折 反映石打开离开天津 有同井镇渡江 全军一天渡晚 人数不多 而且他们也派人去前线 进行过观察 估算石打开 实际只带走了数千人 之后石打开靠个人威望 一路召集各太平军过来投靠 十月到达安庆时 手头有了五到七万人 这时候石打开人气还挺旺 大家也对天王胡乱作为十分不满 因此惠集过来的人还挺多 1857年十月初 石打开离开安庆时 手下共约五六万人 他没有带走原本属于自己 部署在江西安庆 巨龙的军队 对跟随自己多年的老下属 比如安庆 张朝爵 陈德才 吴伟朱凤奎 彭泽 赖观英等人 他没有要求他们加入 让他们安心负责天津防务 只带了张穗谋 赖玉新 附中信 于中福等亲信 但是久将林启荣遇到危难 他也不救 石打开的态度很明显 就是我出去开分公司 营销部门的人都留着 精力级别我都不动 我就带了几个小主管 自己去大市场 总公司给我一个招牌就行 我不挖总公司的人 也不跟总公司翻脸 但总公司的死活 我也不管了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石打开的大方向 都是错误的 他选择的道路 一开始就是一条死胡同 因为他带领一支这么大的队伍 没有奋斗愿景 没有团队文化 没有神权灵魂人物 没有根据地 所有的软件体系 还都是从红袖权那儿借来的 他就会欠缺资源 号召力 人气一过 又遭到清廷四面危机 人心涣散 公司同事容易坐鸟寿散 石打开这时候 只有两条生路 要么自立 要么详情 自立的难度很大 一旦自立 最后必须接连战胜 清军和太平天国 一统中国才能结束人物 石打开并没有这么强的 政治军事能力 可以在乱世中 达到这么高的目标 从生存角度来说 降清倒是个好办法 按咸丰对李昭寿和韦郡的态度 他出天国不久 就降清 会得到咸丰的特别优待 后面这辈子也稳了 但石打开16岁开始 就达到了许多人 终生难以到达的人生高度 获得了极尊贵体面的 政治尊重 而且他还是天国第一批核心人物 心气太高 实在拉不下脸 跪在清朝官员面前投降 在战友疏离 清廷维艰 自立不绝的背景下 迎接石打开命运的 只有边打边逃这一个大方向 最后只会耗尽资源 死在半路 从1857年出走天津 到1863年5月 兵败大渡河 石打开有6年时间调整大战略 但他一直奔波在逃亡路上 并没有做出改变 我相信这6年来 他也思考过自立或者详情 但他所处的环境 他所接受过的道德体系 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 在天津城时 张穗谋就曾建议石打开 说他有镇主之威德 但却站在仁臣的位置上 不如废天王于身宫 诸诸红于列朝 然后请旨上帝 难免称之 意思是咱架空红袖拳 单干算了 此时石打开 占有优势都没动手 出来就更不可能造次了 他受负于自己的人意之心 有菩萨心肠 但没霹雳手段 也就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石打开如果坐镇安庆 割据一方静观其变 倒也是一条还不错的出路 但对于红袖拳来说 石打开久留安庆 毕竟对天津形成事实上的威胁 就成了红袖拳 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 石打开没有杨秀卿的野心 心头人意之情再起 决定另外找地方生存 1857年10月离开安庆后 石打开向南 先后到达辅州临江吉安 中间经过贵西 暂时找不到出路的杨甫青 加入了他的团队 在吉安时 石打开的岳父 天津事变的经历者之一 黄玉坤战死 次月 石打开的部下在集水 三次连败给张运兰 只能退回辅州 张运兰原是湘军名将王真部下 王真死后 张运兰领其一军 战斗力不错 但放在湘军里头 只属于中等水平 石打开部被其连败三次 说明石打开从离开天津后 所率部队没什么精锐 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 这时候的石打开 已经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战神了 就在石打开被张运兰击败的这个月 找不到出路的维郡 驻扎在了安徽池州 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太平天国的军阀化 开始越来越明显 在江西打不过湘军 张遂谋建议石打开东进浙江 却拿下富庶的江南地带 石打开便带队于1858年3月底 向东出发 中间他收到李源渡的劝详信 但他并没有回复 石打开部的战斗力实在太差 到浙江后 围攻渠州三个月不克 只好向南进入福建南平浦城 这时石打开的足地石镇吉 因战略方向不同 跟杨府青天天恶嘲 杨府青在队伍里待不下去了 洪秀全又以中军主将的职位 又请杨府青回天津 以架空石打开实力 并安抚东王于党 分公司本来就没什么发展前途 现在闹内部矛盾混不下去 总公司又请自己回去做营销副总 杨府青把脚一跺 撇下石打开 带兵回天津任命去了 杨府青原是广西贵平平爱山 杨姓租人 先前跟杨秀卿不属 是自己堂兄杨原青入了火 他才跟着加入了今天起 其实天津事变前 他跟杨秀卿关系也不太好 杨秀卿因为杨原青的妻子 在东王府打杂时 抱怨夫妻不能相见 就把他杀了 为此还要怪罪他亲戚杨府青 杨府青平时连天津城都不敢进 杨府青较有才干 其地位在国宗里比韦郡 石祥珍 石镇吉还高一些 湘君记里说他的作战水平 只在陈玉成 李秀成 李士贤 黄文金之下 杨府青带兵回天津 给石大开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使石大开部更加虚弱 在浙江福建开基地的战略破产 被迫于1858年10月 又从刚占领的福建 厅州转入江西南部 由于后面石大开的存在对于太平天国已并不太重要 我也就简略地讲一下他后几年的处境 石大开没有天国神权的号召力 加上兵力虚弱无法建立根据地 军士跟着他平时吃不好穿不好 一天到晚颠沛流离 成了靠打劫为生的刘斐 大家都感觉跟着他混 没什么奔头 以杨府青回京为分界线 人才不断流失 1859年12月 傅中信 潘体员李寿辉 吉巴率部出走 后经湖南江西回归太平天国 在湖南时何明彪跟赖玉新冲突 何明彪找了个借口离队 赖玉新坚持欺负何明彪 带队一直追击到广西才回 1860年3月 于中福部下于明富于成义出走 于中福极力阻止时被杀 1860年3月攻广西百色时 陶金汤在攻修人被叛徒杀害 石阵级部中了清军反剑计 内部厮杀 石阵级死于军中内乱 1860年春夏间 五位军宰府蔡次贤也想率不出走 事情败露被杀 1860年6月 石大开手下因在广西庆远屠路少数民族 又拆百姓房子烧火做饭 被当地团练打到平阳里兰一带 全军此时没粮食吃 抢老百姓的也抢不到 大将彭大顺和朱一典 便率万人降了清军 石大开离开天津后 自杨府清离队 原本就赖玉心 石阵级 陶金汤三人最能打 现在中层干部死了一半 走了绝大部分 石大开已经是奄奄一息 石大开退到宾阳时 手里头只有一万多人了 1861年初 石大开率这些仅剩的残兵进入贵州 被清军追着打 只能转入广西三江地区 又被团列打得疲惫不堪 手下将领于成义 张顺叛变 所以石大开最后跑到四川时 手里头也就大几千人 看起来石大开部队 这一路是倒了血煤 各种内讧离间叛逃全碰上了 其实本质上 是石大开无法缩集资源 供应部队 无法拿下根据地 给大伙提升待遇 没有足够多的利益 拿来分配 才导致团队分崩离析 就好像你公司亏损严重 同事们都知道 公司要倒闭了 不能久留 但大家辞职的理由 只会是要照顾家人 自己身体不适 要去考研 要回老家结婚 要出银河系 跟奥特曼一起去打小怪兽等等 理由花样百出 实质都是没钱 待遇高的团队 员工是赶都赶不走的 各个抱紧公司大腿 绝不轻易撒手 咬紧牙关 也会干到公司倒闭 石大开无法给大伙提供好待遇 大伙尽心尽力 跟了几年 也只能坐鸟受散 石大开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要不也不会有十万人左右 跟着他游荡了好几年 但石大开的水平 是被拔高了的 他离开天津城后 还生存了六年 整整六年时间 没有太平天国这个大体系 他尽险衰退气象 根本没把团队救活 让大家吃尽苦头 经营的一年不如一年 当年太平军第一次攻下武昌后 领导层开会 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有的说要去河南 有的说要去南京 只有石大开想去四川 在经历六年十五个省的 刘斐生涯后 他还是决定转去四川 想攻下成都 作为根据地 他连我老家宝庆都打不下来 居然还十分执着去攻成都 1863年5月12日 石大开带着剩下的人马 从云南昭通米粮坝 横渡金沙江 进入四川地区 此时他并不知道 两个月前 他手下第一猛将赖玉心 在途经白沙沟时 被吐司部队以滚木击中头部 当场阵亡 现在他部下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了 这一路清军戒备森严 他只能快速向西 沿小路行军 想赶在清军到来前 渡过大渡河 这年四川总督 是我们的老书人 洛炳章 四川不正史 是我们另一个老书人 曾国藩的好友刘荣 洛炳章早收到线报 安排刘荣谋划 在关键处住房 5月14日 石大开率部 穿过铁仔仔的高山峭壁 进入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 紫打地 属当地土司清户 王应援管理 山川狭隘 进出十分困难 是一处孤岛似的绝境 石大开一到紫打地 就发现中了清军的埋伏 清军同志 周期原部守东路 四川提督 湖中河守西北 川东镇总兵 唐有庚守大渡河北岸 亚洲支府 蔡部中 守大渡河上游 南自营游击王松林守南路 四面八方 团团围困住了石大开 而且此时 大渡河河水大涨 大雨导致山洪 混杂着融化的雪水 倾泻而下 水位暴涨三米 竹筏无法过河 有一部分传言说 石大开为了庆祝老婆 刘氏生了个儿子 在大渡河边庆祝了三天 才耽误渡河 这个传说有点不合逻辑 因为石大开这种百战大将 不太可能这么蠢 而且我对比各处资料 也判断这个传言不准确 但石大开插翅南飞 倒是真的 石大开不想任命 展开了最后的垂死挣扎 5月21日 他试图让上千人乘木筏强度 结果要么木筏在河里翻了船 要么被清军以土制火器轰击 上千人无一生还 全部死在河里 5月29日 石大开所在马鞍山营盘 凉库被清军偷袭 全军凉绝 开始吃野菜草根 并宰杀战马度日 石大开气得将带路的 200名巷导全部杀死 6月9日 石大开凑集渡船20艘 每艘七八十人 做最后一次强渡 又被清军火炮击中 全部阵亡 走投无路之际 石大开请求当地土司 王英元让路 许以两码两匹 白银千两做报酬 但王英元知道他大势已去 根本没回应他 石大开只能召集 最后饿得半死的将士 由东路拼死突围 又被埋伏的清军 以雷石滚木杀伤无数 逃到老鸭悬时 见到此地水势更加险恶 无论如何是出不去了 32岁的石大开 陷入了绝望当中 自知死期将近 他先让自己的五个妻子 抱着两个年幼的儿子 携手投河自尽 曹沃湖等中层干部 也跟着他妻儿 跳入河水里 石大开自己要跳时 突然又动摇了 他不愿意手下 最后的将士全被吐杀 决定向清军投降 以保全这些人的性命 他给唐有庚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诚恳表达了自己的起乡之心 但不知道为什么 寄出去起天都没回应 石大开又听说 投降便可赦免死罪之类的信息 便主动于6月13日 带着唯一活着的五岁幼子 石定中及五名部将 徒步来到了清军 杨应刚大营 杨应刚听完石大开的表述 将其几千名老幼病残放行 不过两千名太平军精壮老兵 则被关押起来 安置在大树堡关帝庙 6月16日 杨应刚亲自压谢石大开 渡过大渡河 来到唐有庚大营 唐有庚将他们押送至成都 而那关押在庙里的 两千名太平军精兵 按刘荣的意思 被唐有庚率兵包围 全部屠杀干净 6月25日 石大开到达成都 骆炳章亲自审问 石大开对骆炳章 旨意不败 盘息而作 审问后写下了一份供述状 骆炳章审问之时 说青廷有三名封将大吏 死在你手里 今天就这么把你给杀了 可真便宜你了 石大开针锋相对说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今生你杀我 说不定来生 就是我杀你了 刘荣参与了这次审问 他在回忆里 夸赞石大开 坚强之气 溢于颜面 而此令 不亢不卑 不作摇尾 乞怜之语 1863年8月6日 石大开被压制 成都莲花街 督标剑道 当众被灵持 三百多刀而死 周寻曾在 蜀海丛潭 记录了行刑过程 说石大开 其部下两人 神器湛然 无意毫未缩泰 至死均默默无声 至此 太平天国最早的七个王 已经死得只剩 洪秀泉一人 而洪秀泉 也不过比石大开 再多活了一年而已 请不吝点赞